19世紀以來 無論在日本、美國、歐洲 都有很多說一分新的現象 當然有很多個案 但如果要找一個比較熟悉的個案 就是當年80年代 如果有喜歡靈異的人都知道 曾經發生過油麻地的地鐵站 有一個女子 在眾目攜攜的眼中跳進車軌 那個車還要像剪過他一樣 然後停了 警察來到 消防來到 發現車軌是沒有人的 這就是當年油麻地的靈異事件 一個很重要的個案 但後來傳出一個版本 當時那個女子站在月台 她看著自己的分身跳到月台下 她自己嚇得很厲害 後來傳說這個女子過了一段時間 在某一個海灘預力死亡 有人說不是預力 有人說她是跳海自殺 所以這個個案對於很多香港人來看 比較近一點 以及會覺得是恐怖一點